前NSPO台營後衛鄭浩璇 上個球季結束之後 做了重大決定 要暫時離開球場 追尋歌手的夢想 如今他美夢即將成真 預計五月份發行專輯 會轉跑道的原因 就是有被經濟公司看到 加上當時 可能球打到一個瓶頸 然後身上又有很多傷 跟打球很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因為唱歌 可能都是內心的東西 開始錄音之後 就開始覺得唱歌真的很難 一直會被說沒有感情 沒有什麼哪裡不夠 這個作品 鄭浩璇準備了不少驚喜給粉絲 特別是邀請SBO的球星 跨到上台展現歌喉 這肯定是球迷沒有見過的一面 在浩璇還沒來之前 我應該也算是 我覺得我還是好好打球 比較實在 對 我們球隊的公關他問我 他突然把我抓過去問我說 你會唱歌嗎 然後當下我就覺得 好像不是什麼 就是很好的事情要發生了 對 感覺不一樣啦 就是去平常出去那是好玩嘛 然後今天這個其實算是幫 就是幫忙完成人家的作品這樣 所以其實會有一點壓力 這天的錄音室 還有個特別橋段 就是替壽星張博勝來慶生 看到前隊友好選端出蛋糕 愛搞笑的喇叭也直呼感動 還蠻意外 就很開心 因為就是單純的是想說 本來這台幫浩璇就是站台這樣 蠻開心 蠻感動 鄭浩璇勇敢實踐夢想 聽自己寫下最棒的人生故事 更笑說自己實在超幸運 喜愛的籃球跟唱歌 都比一般人有更多體驗 期待更多球星造房錄音室的 精彩花絮碼 鎖定尾雷就對了 我們來提訊 消心窗 黃花君採訪報導